好 那這個寶可夢裡面的話 除了按照這個CP值高低 也許有機會去攻佔道場之外 我看現在很多人講說 它的屬性也會有影響是不是 Nikki 對的 大家一般要去攻佔道場的 除了看CP值以外 妳這是什麼為奇圖 攻略 攻略 一般大家都會去看說CP值 可是其實當你CP值差不多的時候 屬性相剋也非常的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攻略本 它其實這一個橫排是防禦方 就是當你在道場上 已經有人在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它的屬性 那直排就是攻擊方 所以你要去看你是攻擊方 還是防禦方 然後去對應那個屬性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隻是一隻龍 然後它本來這個是預設的 對 那後來它把它換掉了 然後換了那個什麼 毒 換大甲 大甲 對 可是我要先說明一下 現在因為其實大家的CP值都不高 所以屬性沒有那麼的嚴重 對 所以還好 但是你等級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比那個屬性 你如果遇到未來CP值 2000 3000 以上就有差別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的就是說 你是攻擊方或者是防守方 那防守方本來就是盜館裡面的人 盜館裡面的人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呢 所有的那個寶可夢的話呢 屬性是... 梅茲的話呢 屬性都不太一樣 像我經常會抓到那個什麼... 什麼... 魚啊 還有那個... 鷲魚啊 對 就是水性的 這邊有沒有看到 水性的 你看 卡 米 龜 就是水性的 對 那還分什麼 就是有火跟草 像一般水就是克火 那如果你是水 就是常抓到水屬性的話 那對方派出像小火龍 這種火屬性的 其實你就會加倍 可以看這個表 防禦方如果是水 那當它預燒火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會變減半 因為它是水克火嘛 對 那如果你是火 然後遇到水的話 就會加倍 這加倍指的是你的經驗值是不是 技能 攻擊力 攻擊力 對 如果我把它打贏下來的話呢 代表說我更厲害就對了 所以我的經驗值的話 我會加倍是不是 不是 是這樣子 比如說它的CP是1000 OK 那時候我打它是1000 可是因為它防禦率比較 可以抵消 就變成只有500 然後如果攻擊力加倍 就從1000變2000 是這個意思 只是在目前CP值都很低 相生相克的意思啦 對 那裡面的話呢 應該是用什麼的話 都是兩倍是不是 對 那像 黑色這個叉叉 黑色的這個框框就表示說 當地屬性 然後遇到這個雷的時候 電 電 電的時候呢 它就是無效的反應 黑色是無效 就是地碰到了電 就是無效了 對… 那還有哪一個是無效的 這一個 非 非屬性碰到了地屬性 也是無效的 那白色的呢 白色就是一般攻擊力 對 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攻擊力 所以你到後面的話 其實是要去看那個錶是不是 後面 可是目前大家CP值 都是在1000多 還沒什麼感覺 我怎麼樣去看 它到底是不是屬性 就是從那個怪物錶裡面的話 金妮錶裡面的話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屬性 我隨便選一個寶可夢 它這邊就有寫了 這邊就是它的屬性 好 所以每一張的那個 這個 它的一個身分證上面 身分證上面的話 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一個屬性 比如說像小火龍 它就是火屬性 它就是火屬性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用意的 基本上這個用在哪裡 你知道 我們剛剛不是在對戰嗎 那在對戰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個相近的時候 或者是實力比較懸殊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看屬性 如果說你的屬性是贏他的 比如說我的屬性是 剛剛講是火是不是 所以我的屬性 如果是它的兩倍的話 我用大絕招 打到它的話就是兩倍 大絕招會差很大 對 大絕招 就是我們 就是長按不放那種 長按橫放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打... 然後它旁邊那個大絕招 一直累積那個次數 那你當你累積到一定的次數的時候 你放大絕招的時候 這個屬性就很重要了 因為你的屬性 如果說是你剋別人的兩倍的話 你打到別人就是兩倍 但是如果你的屬性是 對它無效的話 你用多大 多多數的大絕招 它都是沒有用 對它的玩笑沒有任何傷害 所以你要一直在那邊 按...這樣 對 你的屬性這時候 就對決的時候 用大絕招差別就很大了 那現在很多人的話 可能跟盛媒跟我一樣 就是我們的精靈裡面 可能會累積到 將近100隻的精靈 有沒有什麼方式的話 能夠讓我們快速的升級 其實為什麼會30分鐘不夠用 最大原因是因為 每次我們升級的話 都要等到20秒 然後有網友發現到 我可以不用等那20秒 當然就是我遊戲一亂對不對 我已經按升級 就跳掉再進來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強步的穿短 來 沒關係 你先示範一個 我們要升級的話 好 我們現在升級 來 看一下 這個是小貓貓蟲 小貓貓蟲呢 然後要把它升級 對 我們要不要計時一下 好 來 我們請小圓 幫我們計時一下 我幫他計時 我們把它拿到這裡 好 1 2 3 開始 好 來 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還要飛上天 對啊 然後他還要計畫換裝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動作 然後還有一個動作 掉下來這樣子 然後小貓貓蟲 後來變成了那個 那個 蟲蛹 OK 蟲蛹 來 到了 好 來 21秒 總共要21秒的時間 所以你如果有10隻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210秒的時間 所以你的時間 其實全部都浪費在這邊 慢慢的拔升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那有個方式就是 我透過玩到一半 那個升級到一半 跳出來再進來 就可以馬上升級完畢 那我們現在來試驗一下 隨便找一隻獨角蟲來試驗 好 準備要開始了 好 開始 然後一進動畫對不對 強制關閉 再進來 什麼意思 就把它關閉 關閉遊戲 關閉遊戲 他要升級的時候要 對 趕快關閉 對 然後他就完成了 好 OK的 13秒 13秒 如果你手再快一點的話 8秒 剛剛我是手太慢 這都不用任何設定嗎 就只有這樣子 那我可以看一下 他真的有升級了嗎 好啊 升級成功了嗎 對啊 有沒有升級成功 那你怎麼會知道呢 他都已經跳到哪邊去了 在這裡 這一隻喔 對啊 這隻啊 你有沒有換一隻好不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 換一隻 變化比較大一點的 不要那個小蟲蟻變成蛹那種 能不能那個 換這一隻 換這一隻 哪一隻 小拉達好了 小拉達 這一隻會變成大的 好 來 開始喔 預備 開始 來 小心 預備 開始 開始 可是這很危險 因為他有時候會跳這個 好了 好了 一樣大概13 14秒 13 14秒 我的手腳比較慢 可是他有可能會 因為你那個連線的關係 會耽誤到時間 其實他這個速度 會卡在你的網路 如果說你網路不夠快 搞不好更久 30秒都有差啦 已經跑出來了 已經跑出來了 手機也有差 手機也有差 手機性能是說有差 可是我覺得網路比較重要 對 網路比較重要 萬一你網路Lag 然後收訊不好了 因為登錄要Check資料嘛 比較等 所以我是覺得是少了幾秒鐘而已 但有點複雜喔 但是我覺得 那遊戲的過程當中的話 你看它慢慢那樣進化 其實也是 那才是遊戲啊 那才是遊戲啊